台北羽球公開賽持續激震 前一天在32強順利收下 本季BWF巡迴賽第一勝的白玉珀 今天對上美國好手 依許卡Jazzwall延續氣勢 這場比賽只花了27分鐘 就以21比12 21比9直落二贏球 順利晉級女單8強 追平個人在台北羽球公開賽的最佳紀錄 不過小小白賽戰的對手可不好對付 因為高居世界第二的前球後呆滋印 手感同樣火燙到不行 今天在包島內戰中對上洪恩慈 開賽就活力全開 不只打9分鐘就收下第一局 第二局也穩穩掌握節奏 看來上週在新加坡公開賽 造成的左腿拉傷 恢復狀況相當不錯 兩局下來只打了20分鐘 就輕鬆以21比6 21比8過關 八場戰要繼續對上自家人 和白玉珀整面對決 至於男子組的部分 世界排名第16的王子維 名列賽會第二中字 迎戰世界排名117的馬來西亞好手 梁俊豪開賽沒有遇到太多困難 以21比10率先搶下第一局 今晚後來梁俊豪展現任性 第二局打出一波5比0的開局 不過我們魚球王子馬上揮過神來 連桿就分逆轉翻盤 之後又發揮出色防守 多次破壞對手攻勢 最終王子維以21比10 21比15 成功緊急八強 最後來關心我們東奧黃金男雙 李央跟王麒麟 16強對上印度組合 前兩局互相糾纏 以1比1戰勝平手 但決勝局林央帽足全力 先以11比6進入技術暫停 回來以後沒再給對手喘息空間 靠著刁鑽攻勢以21比9 大比分拿下關鍵一局 在三局大戰中順利出現 大爆8強門票 網路台綜合報導